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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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铁骨蒸蒸 他们死得悲壮惨烈 死得让人敬佩 方笑如 铁炫自然不用说 其中有一位十四岁的少年 尤其让人敬佩 这位少年叫刘超 刘超 1388年出生于山东青州 年少习武 力大无穷 练得一身豪本领 是个武术高手 刘超的父亲和他不一样 父亲刘故我是一位知识元博的文人 早年在青州本地任职教育系统 是一名教育类似于教体局局长 刘故为官清廉 为人正直 注重发展当地教育事业 在老百姓中间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久而久之 刘故的名声传到了中央官员景青的耳朵里 时任御史大夫的景青 写了一封书信给刘故 信中内容是要提拔刘故到京城做官 刘故本身也有种怀才不遇的感觉 这次受到朝廷提拔 自然不愿意错过这次机会 就去京城上任了 然而好景不长 还没有做几天经官 朱棣就打入南京了 刘故为了躲避战乱 只好辞官回家 然而 一场厄运 正悄悄朝他走来 御史大夫景青表面上 装着头墙朱棣 忠于朱棣 实则暗地里找机会行刺朱棣 朱棣登基后不久 一日早朝 景青衣服中藏着一把匕首 刺激杀掉朱棣 朱棣一直保持着景帝执行 而且对景青持怀疑态度 恰巧这一日 朱棣发现景青神色比较紧张 就让侍卫搜身景青 一搜一个准 景青被拖出去 施以酷刑处死 景青死后 曾经与他有往来的官员都被抓起来审问 当年被景青提拔过的刘故也没能幸免 最终 刘故一家人被判处死刑 刑刑那天 十四岁的刘超和家里人一样 被五花大棒 压住刑场 刽子首先 杀掉刘超的长辈们 看着父母长辈一个个惨死 刘超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 他使出全身力气 正断了身上的绳子 然后迅速夺取刽子手的大刀 朝着在场的奸战官员 是为了一阵乱坎 请客间杀死了十几人 老百姓被这一幕惊呆了 他们纷纷拍手叫好 刘彻纵有洪荒之力 可也敌不过多魏牙役 他最终还是被抓住朱棘残忍的对齐 进行临时处死 作为死刑犯 刘超警场上如此英雄气魄 在历史上 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位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